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好像是针管在物体表面的摩擦上 快要猜对了 赶快来看看揭晓谜底咯 素材讲一讲 这条素材出自王安逸的《长恨歌》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萨克斯馆里夹带着唱片的走针声 嘶嘶的就有了些贴富可感的意思 咚咚咚咚 冠冠熊 现在你知道是什么在想了吧 是唱片机在放音乐 没错 这是走针在唱片上滑动的声音 但你是怎么从萨克斯馆的声音中 分辨出来是走针摩擦的声音的 我听到了嘶嘶的声音 对了 唱片机的走针声很特别 作者使用了嘶嘶这个词语 用词的读音来模仿唱片机的走针声 哇 我也想到了这样的词 比如爸爸敲门 咚咚响 钟表 嘀嘀哒哒响 哈哈 这些词都叫你声词 是模拟声音的词语 我知道了 还有咱们前面学到的小风扇的和和声 呼呼声 你真是太棒了 冠冠熊 当你听到唱片机的走针声时 心里有什么感受呢 嗯 感觉好像离我很近很近 嗯 要怎么形容呢 作者用了贴肤可感来形容 意思就是走针声好像贴在你的皮肤上移动一样 可以感觉到它细微的变化 哦 原来这就是贴肤可感啊 如果我们感觉听到的声音离自己很遥远 我们就可以用远在天边来形容内心的感受 哇 财财风讲得真好 冠冠熊 你今天认真做笔记了吗 王安逸奶奶是怎么写声音的 嗯 是用了拟声词 还写了听到声音之后心里的感受 素材练一练 如果要我们把听到的有趣的声音写出来 要怎么做呢 可以用上今天学到的本领了 对 先用你声词来写出你听到的声音 比如音乐光弹播放机的声音是嗡嗡的 或者说钟表的时针和分针的声音是滴答滴答的 还有铜锣的声音是框框的 没错 然后我们可以写出自己听到声音时心里的感受 比如感觉声音好像把自己包围了起来 可以使用置身其中这个词 我已经等不及要去写有趣的声音了 那还懂什么呢 赶快去吧 请你仔细聆听一下生活中有趣的声音 学一学你听到的好听有趣的声音吧 想一想这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呢 你可以用什么词来模拟它的声音呢 你听到之后心里有什么感受呢 期待你的分享哦 谢谢观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